我们都知道一集到古天乐 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他的一些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例如在今年的18年的时候 古天乐就凭借杀破狼汉狼 再次获得37借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在以前他也有很多的口碑家作 例如门徒还有一个好爸爸等等 但是有这么一部作品让他都感到很无奈 这部电影便是最近上映的反贪风暴三 这部电影如果单准这部电影剧情的话 影片的剧情其实也并不复杂 相反的还十分简单 就是讲述了古天乐饰演的陆志连和张志林饰演的刘宝强 分别负责调查贪污和洗黑钱的案件 可没想到随着调查的深入 两人却发现自己调查的案件 和对方的案件有着相互的关系 最后两人强强联手将犯人绳之与罚 总体上的剧情就是这样 电影上映短短无天的时间 票房的收入还算得上是相当理想的 累计收获了将近2.35亿的票房 并且排片率高达39% 可见旗鼓天乐的票房号召力有多强呢 可让我们遗憾的是 虽然票房取得不错的成绩 随着而来却是电影口碑的直接boss 影片上映以来 豆瓣评分仅为5.8分 更可怜的是观看人群当中 只有不到3.5%的人打了五星好评 更多的人只给了这部电影三星的评价 所以看得出来这部电影的口碑有多差劲呢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好好分析一下 首先个人觉得就是电影剧情上的硬伤了 虽然电影最后逮捕了大反派 可这个大反派在整个剧中 丝毫没有任何的伏笔和铺垫 这样一个反转让观众就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而且很多人都是抱着看人民的名义的态度走进影院的 可观众看完后却是挂羊头卖狗肉 而且剧情也很拖沓 很多的情节完全没有任何的必要性 你即便不看这些剧情丝毫 都不会影响到电影的主线剧情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在最后还拉上了人民的名义来当翻外篇 这是干啥啊 前段时间爱情公寓拉上了盗墓笔记 口碑就直接爆死了 现在反贪风暴也这么干了 这些还不算完 这部电影还加入了港片传统的街头火拼和追车戏码 最后总的来说 这部电影真的可以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烂片 观众大多数都能猜得到接下来的剧情 无非就是不停的打打杀杀 然后跑来跑去 最后将犯人绳之以法就这么简单 很多观众看完后 最大感触可能跟我一样 有一百亿宁可捐给非洲 也不要给女人买包包的 危机的状态 对其他人的状态 广队的小尺